男子站在監台前好一会儿忙着帮早餐加料 老板娘因此多念了几句 还是男子转身离开的时候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男子怒火因此彻底被引爆 回头就是一巴掌 老板见状抄了面勺就要往他身上打 没想到反被抢还一把被推回店里 两人重重倒在地上 男子举起勺子差一点打下去 最后及时收手 他先打你妈妈 我是拿那个草代表想要反他 结果被他想起来 他一千打过来 老板右眼眼翁翅变成熊猫眼 儿子实在看不下去 怎么可以狠心对两个老人家下重手 一连加就是加了三次 我爸就看到就觉得不能再这样给他加 我爸也在那边然后也回头看他 就是跟他说蒜头很贵不要再加 就发生接下来的事情 二十九号早上九点半 男子到许昌街这间早餐店外带饭团 还自己动手加了三匙大蒜 加到店家都出声制止 双方因此爆发肢体冲突 老板娘脸部遭到挥打 老板也被推倒头部撞地脸部擦伤 但打完人男子竟然就像没事一样 说饭团掉到地板脏了 要求退钱才肯离开 老板一家在补习街开店开了近二十年 白天卖早餐下午卖面线臭豆腐 是不少学生必吃的老字号美食 动手男子之前也来过几次 这次却不知道为什么失控打人 儿子心疼父母受伤还坚持继续工作 尽管父亲不愿提告 但还是希望动手男子能够道歉 还他们一个公道 三新闻戴卫成李玉锦高兆林台北报道 ! 土豆物丁